爭議的駐日代表謝長廷 傳出要來爭取當司法院院長 藍軍炮轟 如果讓謝長廷 這種政治立場鮮明的人 掌管司法部門 簡直是羞辱司法 難道是要逼死法官 還有檢察官 充滿爭議的駐日代表謝長廷 傳出將被延攬當司法院長 而且他本人展現高度意願 消息一出政壇炸鍋 差一點沒有從椅子上摔下來 政治性格這麼高的人 怎麼適合當一個司法院的院長 司法院長更是我國 15位大法官之一 去年3月 謝長廷自己的新文化基金會 推薦他自己當大法官 掀起爭議後才放棄 對比歷屆司法院長 現任的許忠麗 當過台大法學院長 前任的賴英照 還當過法研所長 還全部都是無黨籍 藍軍弩虹一比謝長廷 簡直天差地遠 怎麼有可能有人臉皮這麼厚 謝長廷這一生 就是只有跟黨派有關而已 他就是百分之百的一個政客 謝長廷過去其實就是民進黨 鐵桿的綠色的民進黨的官員 你去讓他去當應該要超然 中立公正的司法院院長 你羞辱的其實是司法啦 更有人欺敵 謝長廷的黑歷史 哪有半點當院長的格局 被司法認證 因為在駐日代表謝哲 然後導致大阪處處長 專業外交官親身 賴清德竟然會要想來 找他當司法院院長 民進黨真的那種蠻恨跟傲慢 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他逼死了我們優秀的外交官 未來他擔任司法院長 難道要逼死我們優秀的檢察官嗎 網友跟炸鍋狂叫 謝長廷如果未來真的主導法律視線 就怕以後會認定 送妻裡真的有分身 日本核廢水乾淨又好喝 民進黨把司法院直接收歸私產好了 謝長廷再去接司法院院長 不只是政治仇庸 司法院也將會有 工廠化的一個危機 他來當司法院長之後 就會完全為民進黨量身打造 所有的法律世界 以後只要遇到任何民進黨的 疑難雜政法律問題 他都會幫助民進黨過關 是否有可能提名他來出任司法院長 這個也是總統的執權 我不宜在這裡多說 賴清德組閣名單陸續曝光 如果連司法院都淪為政治仇庸 就怕壓垮人民司法權益的 最後一根稻草 記者張宥慈 王志恨 台北採訪報導 本身包